要分享的下一个案例是亲密敌人 对于亲密敌人来讲 其实我要先跟大家阐述一个东西 那就是一二和三 其实一二三这三个数字是媒体特别喜欢的三个数字 比如说一尤其是对赫水党 对一来讲一般就是说一家独大 称霸赫水党 对于二来讲其实就是两虎相征必有一杀 那对于三来讲其实就是三足鼎立 那三网上的数字基本上就不会有了 有了基本上也是以混战这个词去产生的 亲密敌人在上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当时的局势是这样 首先是张艺谋 他的金令石参差是当时在赫水党是一家独大的 那他当时做了一个很有意识营销 首先说我告诉你我这个片子有多大量级 我筹备了四年 我花六亿多 我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然后我又有请了一个国外的演员 然后最后我还有十三个某女郎 张艺谋经常是某女郎 而且我的这个片子里面有十三位 而且我还前期我一个都不告诉你长怎么样 我让你搞一个机构营销 我让你猜这几个人长怎么样 那最后呢 这个营销大师张伟平 他又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 那就是说他要炒票价 他要提票价 那票价可能从原来的30提到了35 他把最低票价整个提高了5元钱 那当时就是各个影院就非常不愿意 因为你提高5元钱 我影院可能就要提高10元钱 来收回我的原来的这些东西 那最后观众可能是以为我影院在涨价了 而且实际上如果我要不涨价的话 那就面临着我在这部片子里可能要赔一些钱 然后呢他还跟原先去谈 那原来咱俩的分账比例是你影院拿57 我平方拿43 那现在我要提两个百分点 我拿43我觉得少 我要拿45 那你影院拿55 当时就这么一个东西引起了就是业界内很大的一个轰动 包括影院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行业也好 很多的轰动都引起来 那他可能是在这个这些媒体的曝光度下 那他达到了一个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态势 他称霸了社会党 那么突然呢中间杀出来了这么一个活土匪 对吧 这就是龙门飞甲 龙门飞甲其实原来本来打算是18号上 但是呢 他最后就说了 他说那个你金灵16号上 那我也16号上 咱俩都16号上 那金灵一看 他说我之前做了那么大努力 你要现在来跟我抢票房 那我提前一天上吧 我前一天我15号晚上 13号 我13号晚上6点上 6点上 那龙门飞甲一看 那你6点上 那我就2点上 对吧 他也不停地在调时间 他说我一直就 我就跟你磕上了 我跟你死磕上了 那后来他这边还要调 金灵还要调 后来许多的院线经理不干了 因为他们说 你随便说要调一个时间 我就得协调全国的院线 去进行你这个影片的拍场 所以他说 那个影院说你不能再调了 那后来就没有调 那金灵13在11号的时候 他说那我做一场盛大的收音礼吧 他做一场盛大的收音礼 然后呢 这边龙门飞甲说 行你一天你做成立 那我跟你同一天 我做一场观影会 咱俩还有一个时间 对吧 我还跟你干 还跟你课 然后你不是说炒票价吗 你最高票价提高了 最低票价提高了5块钱 我跟你降5块 我跟月线经理 我让他们别为难 给我拍片的 对吧 所以说他就是就着这些东西 一直在跟金灵13在这么一种对打的态势 形成了一个当时的一个两虎相争的态势 然后呢 于是他也是说走到了这个赫税大片里面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亲密敌人来讲 它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么一个处境 因为首先对于这部影片来说 它的投资成本 首先就不如那两部片子 它的投资成本可能是 就是说量级没有那么的大 当然具体数字我就不去传输 那么呢 导演 从导演上来讲 徐静雷说是毕竟还是属于 没有张艺谋跟徐克的 那个那么知名 或者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那么高 那张艺谋肯定是老牌的了 那对于徐克来讲 它的武打片也是在大家的这个 这个心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了 那对于他来讲 说是我想挤进赫税党三大片 真的非常的困难 如何能让这部片子 跻身到赫税党的三大片中 其实他想跻身进去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不能是非常的直白的 比如说我给媒体发稿子 我写一篇稿子 我说赫税党三大片之一 亲密敌人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把这东西发给媒体 有人说媒体可能会给你发 但是呢 其实对于媒体来讲 他们是不认的 那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事件 去营造 让他觉得我们这个片子 是三大片之一 于是我们决定动用了 那个视频的这个模式 因为当时怀秀邦的一个视频 还是比较火的 就是说他是做的 他之前一系列的都很火 其中后面有一个是配音的嘛 关于什么梁朝伟刘德华 吴建道的配音 配的特别的像 然后还有那个环渡哥哥 容摸摸啊 紫威啊 小燕子啊 他配的都特别像 所以我们决定呢 就是说用怀秀邦的这种模式 去整个去打造我们的 这个这部视频 那对于视频上来讲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材 如何去选材 那在选材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想了想到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一定不能用亲密敌人原片中的片段 因为亲密敌人原片中的片段呢 他实际上是没有被大家看过 他也不被大家所认知 加上说影片原片中的你的演员 比如说黄丽星也好 或者徐静雷也好 他们的声音不是很有特点 辨识度不是特别高 然后不容易被人认出来 这样的话用这个素材的话 八成这个视频会失败的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从视频选材上来讲 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受众特别广 一定要是大家都看过的电影 那这个大家都看过电影 那肯定就是去年的嘛 因为我们做子弹飞 其实也是对子弹飞留有余爱 然后呢 于是第一想法 直接就想到了说是我们要用子弹飞的视频 那子弹飞其实从内容上来讲 又发现它的气质是非常的相符的 因为对于这部片子来讲 其实原来人黄老爷是俄成的老大 就跟现在金零十三菜的处境是一样的 我也是老大 那你突然杀出来个张麻子 张麻子其实就是这个活土匪嘛 他说我突然 我跟你抢东西 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还要你的 对吧 他跟现在的这个局势特别的符合 那最后呢 其实又有第三个人出现 其实就是葛优嘛 葛优其实就是赫税的第三个大片 那到底是谁 其实我们在想 葛优其实就是亲密敌人 他又很讨喜 然后呢 他又跟那两个人的类型 都不是那种以暴易暴的类型 他属于维和主义者 那我们就把这个亲密敌人定义成一个维和主义者的这么一个身份 然后呢 就是整个用这几个人物的角色 然后用子弹飞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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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片去剪片段 那 最适合去讲这个赫水党 是那局势的片段 我们找了一下 其实最后发现 就是鸿门宴的那场戏 子弹飞里面 鸿门宴三个人坐在那 的一场戏 然后呢 去来诠释他的整个的这个 之间的争斗啊 赫水党之间的争斗啊 是最畅通的 所以我们最后也是选 选择了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 一出来呢 后来就受到了 非常多的媒体的关注 而且亲密龙门十三猜 被定义成为了 一个话题的一个词 那我们到网上去搜一下 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亲密龙门十三猜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也就是说 通过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视频 就是说 以一个很巧的劲儿 让我们的这个视频 进入了到 进入到了赫水党三大片之一 这个是网上的 很多的一些新闻 说亲密龙门十三猜 后来我去 澳门电影节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 随便拿了一个报纸 也看到了这个话题 而且也看到了很多人 都在说这个视频 所以说这个 这个视频 它是以一个很巧的劲儿 然后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扭转 但是呢 其实这个视频 大家在看的时候 可能感觉到说是 它里面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词 比如说这个 这个票房啊 档期啊 什么市场啊 提票价啊 它有很多很专业的语言 那么这些语言呢 未必说是 所有人都听得懂 尤其是作为 普通的电影观众 那普通电影观众 看了这个 可能觉得说 你讲的这个东西 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给我的朋友看 我给他看了 我说我做了一视频 特牛逼 我当然还给人吹呢 我做了一视频 特牛逼 我说你来看一下 他看完之后 他说讲的啥呀 然后他觉得 就是没什么意思嘛 他看了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后 把这个视频定位到了 受众定位到了 说是 只是把这个东西 传达到给你媒体 因为媒体 对这个东西 是非常的敏感 他们对票房也好 对这种提票价的事也好 尤其是贺税党的 这一个党期混战里面 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新闻 他们是非常敏感 和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最后 我们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也是在说 这个视频要是要做 更广泛一些 还是要是说 更针对性一些 因为针对性一些的话 可以把很多的问题说出来 但是呢 不会有很多人看见 广泛一些的话呢 可能有更多人都看见 可能都会喜欢 但是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做的 说是假如说 让大家都能看得懂 那媒体 就未必会把它当作 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 去爆出来 因为媒体对这个东西 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最后 把这个受众 直接精准到了媒体 普通人看懂不懂 我不管 我只要你们所有的媒体认准 我这个片子 是贺税党的三大片之一 就OK了 他们在通过 他们自己的方式 比如说 他们自己写的文章 对吧 他们自己的这些新闻稿 或者通过 他们自己的一些平台 电视也好 什么也好 把这些东西爆出去 他告诉大家大伙 亲密龙门十三餐 当他对大家去做 亲密龙门十三餐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 就已经变成了 贺税党是那片之一了 那大伙也都会承认他 所以对这部片子来讲 其实他的策略 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时在贺税党 还有一部片子 也是属于中等量级投资的 它叫青城之类 那对于贺税党来讲 基本上80%的票房 会被大片子所吃掉 那剩下的20%票房 是其他的片子 再去争夺那部票房 有很多的 其实中等量级的片子 他不愿意在贺税党 去跟你去抢 他宁愿是躲 要么我提前 要么我往后 因为我的这个 这个投资量级来讲 对于我回收成本 我是在这个档期里面 这个样的一个量级 我是拿不回我的成本的 那所以我的地位就很尴尬 因为我要是走到了这个阵营 那我拿的就是这个阵营的钱 我找到那个阵营 拿的就是那个阵营的钱 80%的票房容量 那我可能吃一点点 我就饱了 而且我可以吃得很好 那如果吃20% 可能大家都在抢那一点东西 那几个片子都在抢 那我可能其实抢到很多 也只能吃一点点 当时呢 这个对于宣传策略上来讲 青城之类 其实他一直在主打 他的爱情牌 他一直在说 这个片子是 你是战争 对吧 你龙门飞甲是吃动作 那我是一个爱情片 我的这个爱情牌 我就一直打下去 我一直说 我的爱情片 这个片子有多感人 然后我还自己给媒体发稿 说 我说那个 我是喝的这档三大片之一 我是喝的这档三大片之一 他一直在这么跟媒体说 但是媒体 没有承认他的这个事 但相反 当我们这个视频出来的时候呢 反而把我们的这个东西 跟他的结合到了一块 而且我们的最开始的宣传策略 是走的比较曲折 因为之前像 像杜拉拉什么的票房都非常好 所以老徐对这次的票房期待值 还是很高的 他希望这个片子 能有一个很好的票房表现 所以最开始呢 他在宣传的过程中 他就在想 我要打什么牌 最开始说 我是一个商业大片 我走商业大片的范儿 我走那个路线 但是呢 那个路线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后来我就说 我要走职场 职场路线 就像杜拉拉一样 那我说 我是杜拉拉升级版 包括说 我是职场升级 爱情升级 然后阵容升级 是吧 这种场景 场面升级 我说我是他升级版 结果效果也不好 那最后呢 又说 我这边还是打感情牌吧 我觉得说感情牌 但是感情牌 毕竟没有人的那个 青城之类打的老死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走这条路 而我们这边一直在变 所以其实最后 真的是说 通过了这个视频 整个改变了这样一个局势 最后这个片子 也是有将近两个亿的票房 票房的成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呢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有的时候呢 以小不大 准确的受众 往往比广泛的受众 效果更好 那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 把这个东西 一直针对 针对 针对 针对到了这个媒体上面 下面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反面的例子 而且这个视频 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去看过这个东西 那就是说有一个视频叫 地铁女骂男没有钱 是垃圾 有这么一段视频 她当时是被当作一个社会新闻拿出来炒作 就是说一个女的在上地铁的时候 然后一直在骂他身边的那个男的 她说你没有钱 你也买不起车 你也买不起房 你也养不了我 你就是个垃圾 你就是废物 你没用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这个视频放到网上 点击量非常高 好像是快上千万的点击量 非常多的人看过 那我是从别人那听说 说这是一部电影的炒作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炒作 我也不知道是哪部电影的炒作 于是我开始去看 我看它的整个的下面的评论 一千多条的评论 挨条看 看完之后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骂 说这女的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对吧 他说你别光说人废物 你也不怎么着 然后呢 还有一小部分人说 说这女的演技太差了 一看就是演的 然后呢 有五个人下面留言说是炒作 但是他也没说是什么炒作 因为我估计他也没看出来什么炒作 然后呢 于是我就开始上网搜 我在搜这个视频 我说地铁女骂男没有钱 是垃圾啊 这个关键词 然后后边空格炒作 没有找到 然后后来呢 我又开始搜 我说我把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太长了嘛 可能不利于搜索 我把这个词都分别的拆开 后边加炒作 没有 加营销 也没有 然后翻来附近这几个词 就最后都没有找到这部电影 到底是关于什么的炒作 那最后呢 还是一个朋友问完之后 问完了之后告诉我说 这个是电影巨额交易的炒作 他们当时炒作的一个话题叫巨额交配 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炒作话题的一个前面的东西 那我看了这个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个视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后来我也在跟一个广告圈的朋友在讨论 我说这个视频确实可以传播的很多 我说它可以叫做病毒视频 但是它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 它没有把这个信息报过来 那我的朋友说 它其实这是有意义的 他说因为你最后你只要把这个东西说回来就行了 比如说你发片稿子 或者你发一个通告 你告诉他这个东西是 最后是说这是巨额交易的炒作 那我就想了 那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呢 可能数量会很多 那有多少人看过这个通稿呢 你后来发的这个通稿有谁看过呢 那再后来说 有多少人又看过视频又看过通稿 还知道你这视频是炒作呢 还是那个通稿起的作用 那我说你就发一篇通稿折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大一个视频 大费周折 最后又没有落到很好的效果 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个是一个视频的炒作 他们只以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新闻 所以说就是 一切不以受众获得有效信息的社会化 都是百费利息 对吧 我确实受众很广泛 但是我受众广泛了的话呢 可能我里面传达的信息就越少 我就越难把我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 因为我想让大家都懂都明白 都感兴趣 对吧 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总结一下呢 第一个呢 就是病毒视频与电影 关联度越高 传播能力越强 转化率越高 但是呢 可能受众呢 就相对少一些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以效不大准确的受众 往往比广泛的受众效果来得更好 那第三点呢 就是一切不以受众获得有效信息的社会化营销 都是白费力气 那总结一下 关于像电影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我给他出了以下几个点 就是说如何去做一部电影真正的营销 那首先策略就是四点 第一点就是制造话题 那制造话题呢 首先你要考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你有什么样的演员 有什么样的导演 你的所有的这些材料 能不能支撑你去制造和炒作一个话题 如果你支撑不起来 那你制造的话题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传播 或者说你的这个话题点 或者说你的这个要炒作的人 他是有一定的媒体和社会的影响力的 那你是可以做话题制造者的 像这个赫税党里面 他金融实胜 他就是属于一个话题制造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实力 他也可以把他手里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去说我非常有能力制造一个话题 而且我制造了效果就会好 对吧 这是一个策略 那当你制造不出来话题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复合别人的话题 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俗话叫包大腿 对吧 我们去包这个片子大腿 包那个片子大腿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亲密敌人 可能是属于那么有包大腿的嫌疑 对吧 我们当然是也是这样做的 那你去复合话题 像现在也是 这个京东和苏宁打得非常的火 但是呢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有话题制造能力的人 他们把这个话题制造出来 并且让市场很火热 很多人都跟随 非常多人都在看 而且很多人都在上网 都都在查这个价格 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吧 他们有这个能力制造话题 那在复合话题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在整个的他们的两次打架中 有一个很巧的 有一个很巧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就是易德格 易德格莫兹 易德格莫兹在做这次营销中 他只说了一句话 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他说那个 电商大战打得如火如荼 他说那个消费者在不断的看着他们打仗 但是如果其中你要是有人感觉到你被算计了 那你就到他们门口去破墨吧 易德格愿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墨资 对吧 这是易德格做的一个营销 就这一条 就这一条微博 他是自己是有两万多的转发 当然他也引起了这个李开复的注意 李开复也跟他回复 他说你的墨能破掉别人的网站吗 能黑掉别人的网站吗 对吧 然后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互动 那我观察了一下易德格之前的一个平均互动量 可能只有十左右 十都不到 九八九这个样子 但是就这一件事出来 他的平均互动量其实是变到了五十以上 而且还有一些上百上千条的转发的一些微博 所以说他在里面抱大腿也是抱成功的 他在复合话题过程中 他也是属于一个成功者 那这是前两个 当前两个都不成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多渠道避免推薪 我把这两个东西是给他放到一块去的 因为多渠道是什么 多渠道就是讲 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想 我们这样做这个事 做了这个 别做了 这事可能效果不会很大 那换一家吧 但是其实对于一部电影来讲 你多了一个渠道 就多了一份宣传 不管这个渠道上有多少人 不管这个渠道上 说是比如他这平台上可能做这用户只有几千 但是你有这个免费推广的机会 或者资源自换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跟他去 去做一个尝试呢 因为你多了一个渠道 那就真的是多了几个人知道 所以多渠道避免推薪 其实他俩是绑在一块的 因为推薪这个对于电影是不合适的 因为比如说有的说 我这个电影要商用了 我给电影做一个APP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个APP的推广是有多困难 他们有很多做APP的厂商 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们都在挠头怎么能让更多的用户来用这个APP 也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把电影再植入到这APP里面 实际上它相当于了一个二次的推广 也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个插件推出去 那我们可能还要用很多的渠道 很多的方式先把插件推出去 然后才能通过插件把我们的电影推出去 所以它是相当于费了两个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当于比较费力气 可能还不太会收到良好效果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推新尽量是少去用 除非你有很大的实力 比如说除非你像画皮的那样 你有很大的资本 而且你所有推新的东西 它自己有一个很全新的运作模式和一个收入模式 那你可以去尝试的推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否则的话就是不要太去想 我想制造一个东西 然后让这个东西活起来 因为你知道出来这个东西活起来才能带着那样 这东西活不起来 那就活不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利用别人已经给你弄好的 有这么多人在那 有那么多用户在那 有那么多平台在那 有那么多位置在那 你直接拿过来就用多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 我在这个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是亲密敌人 那多渠道呢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一个项目 就笔先 刚刚上映的一个恐怖片的笔先 那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已经能意识到 说是对于这部电影来说 它其实不是有很多的咖 也不是有很好的导演 也不是说是有很重的东西 可以说把我这个东西推到娱乐圈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那我们在想 那如何能让这个笔先更多的 说是表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我们当时也是跟就是手机的CAMERA 360 也是做了一个合作 那合作的过程 其实我们就是在利用它的平台 因为这个APP它是现成的 它已经有很成熟的这么一个体系 然后也有很多的用户在里面 那我们直接就用它 说是你可以做一个那种 就是鬼影效果的这样一个拍照的一个模板 因为CAMERA 360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拍完照了之后 它有一个风格 你点一下那个风格 自己就变成了 比如我们是弄的是一个海报 海报的样子 然后你只要弄一个鬼 装成一个鬼的样子 然后你把它拍下来 可能你自己就生成了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海报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最后呢 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是有两万多张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 那当然还有没传的 这个我们就没法统计了 就是这个是多渠道 然后我们后来也是跟天涯进行了合作 又包括利用天涯的平台 利用天涯的推广位 跟他们做内容合作和这样的一个资源自换 所以说社会化营销 其实不是说简简单单的 我们发发微博呀 写写帖子啊 弄弄论坛呢 就完事了 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对于现在的电影营销来讲呢 它可能整体来说更复杂一些 因为它面临着几个状况 电影营销 就是第一个状况呢 就是钱少 其实钱少呢 可能它面临着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就是资源少 那我们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营销 比如说包括像 像院线抢票的营销啊 或者是 是这个这种 这种什么电器啊 什么的 它很多的东西的营销 那他们可以做营销 他们的基础是什么 他们手头有资源 对吧 我作为院线 我作为活动 我手头有电影票 那我作为这个 这个什么电器商来讲 我手头可能有一些很实惠 可以给你的东西 那作为电影营销 其实不是的 我们其实好多东西都是在想 都是不停在想 我们要让一个主意出去 而且可能这个主意 给到你并没有任何的回馈 或者说很少的回馈 那可能我做一个活动 最后落下来 可能只有一个iPad 或者只有一个iPhone 而且像现在这样的活动 已经不太吸引大家的眼球了 大家觉得 那活动 你那iPhone不一定送给谁了 那所以钱少 直接带来的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自换的资源 是非常的少的 而且我们可以 我们对观众的时候 可以拿给他们的资源 就是非常少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经验上浅 我们在中国电影 在社会化营销这块 其实起步非常的晚 因为是我们公司从2010年年末进入 真正的说是进入到电影这个市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引起了这样一个 社会化营销的潮流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还是很短 照比国外的一些成熟营销的公司 其实还是说差的很多 当然他们的营销分量非常高 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个片子营销分量 可能会几千万美金 对吧 我们可能就是把美金变成人民币 还要去几个零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次性消费 那对于一个品牌来讲 它可能是经过反复消费的过程中 来达成的这样一个口碑传播 和消费行为的产生 那对于一部电影来讲呢 它可能很快 只有为期几天 到这么一个口碑传播 而且前期无法让你去消费 那对于一个品牌 我们先产生了一个消费行为 我们让你觉得 我推给你一个商品 你先用着 好用嘛 你用着好用了 你就说这东西好用 你可能会把它推荐给你的朋友 你可能会推荐给你的同事 或者推荐给谁 那它会产生一个口碑 然后呢 它可能第二次 它再买 或者说它再让他同事去买 反复的买 反复的用 反复的买 反复的用 那可能为期几年 来回来去的 在进行消费行为和口碑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循环 那对于一部电影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一次性消费的产品 因为我们很少会有一部电影 到影院去看两遍 当然除了一些影迷除外 一些影迷对于很喜欢的电影 它会看上好几遍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讲 它只是一个一次性消费的产品 而且在前期 它在决定进入到电影院之前 它是不知道这个电影 真正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它只能通过你的预告片也好 通过你的海报也好 通过你的花絮也好 去猜你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你这部电影表达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想要的 是不是我想看的 那最后呢 通过这个物料欣赏 物料欣赏完毕了之后 最后在电影上映了 上映的时候 我来决定 我到底要不要掏钱看这个电影 如果掏钱看了 第一天我看了 那可能我在电影上映的这个期间 可能一般是最短的 可能一日游 对吧 那最长的可能是在院线上上一个月 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反复的进行口碑传播 口碑传播 然后不断的去影响他身边的人 进去再消费 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的 所以对电影来说呢 他相当于是 首先对于产品的一个再包装 先把这个产品拿过来 把电影拿过来了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那我要让你知道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我要让你知道 这部是一部什么类型的片子 就是说我在把这个信息 传达给你的时候 可能未必是电影原本要传达给你的东西 这是我要进行第一部 就是再包装 对吧 那第二部呢 就是说我们在信息获得广度 信息获得广度 就是说我要让很多的人都看见 我要把我所有想告诉你们东西 推给更多的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说 你这部电影是在讲什么的 这第二部信息获得广度 那第三部呢 就是期待值的产生 那我可能通过你的这个 前期你产品的再包装 对吧 你包装出来的这个宣传口径也好 你的slogan也好 你的物料也好 充很多东西 然后再加上你得到了这个信息 那可能最后你会产生一个期待值 最后呢 你可能会有消费行为进到电影院里 那电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电影社会化营销呢 其实要注意几点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想到太简单了 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加全面一点 然后呢 让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宣传 有更多的渠道去推广 那么呢 同时我们还要了解 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 那我要怎么样去宣传这部电影 就我如何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你 如何让你去知道这个信息 如何让你去了解这部电影 那就是我们对产品的一个 再包装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在讲到的那个公司 就是说我们在推广电影的时候 它其实上是分几步的 那第一步呢 就是说对产品先包装一下 那第二步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我们包装的东西 全部都推广出去 那第三步呢 就是说我们要对让观众产生一个期待值 那最后它才会发生一个消费的行为